什麼一餐 一餐一餐 一餐一餐 一餐一餐一餐 民眾到寧夏夜市買份庶民美食 代筆消費不過百元以下 威風優卡公司董事長大計全 風光示範優卡消費在夜市也OK 等民眾消費習慣 並沒有因此改變 我都用現金 那台的負擔頻率太嚴重了 後來就有幾家連好幾家 也是都不會還給他們 不過兩個月時間 民眾到寧夏夜市已經有店家 悄悄退款幼優卡機 原因就出在結帳速度比起現金交易 實在太慢了 而除此之外 今天透明衍生的稅務問題 讓店家打退堂股 抱怨電子消費對方來說突增困擾 但基本上柯文哲認為 幼優卡現行一天單比一千元的上限 根本沒辦法請客 也不符台北市消費型態 打算將額度拉到一天最多 可刷一萬元 通常我有信用卡比較多 大概兩千多以上吧 對 幾千塊的時候 一個卡片放那麼多錢 滿危險的 就很方便 就不用再想說還要再去領錢 或者找錢 當初優卡定位在小額消費 省去零錢的麻煩 這回柯文哲想改變 得再多了解民眾實際需求 免得變成跟零下夜市使用優卡 一樣黯然退場 接著孫培就在陳佑文台北抄馬島 很良好 因為我們有限界的